如果是没有包开的柚子,就可以隔夜吃 如果是已经包开的柚子,就需要判断柚子肉是否变质,可以用手去摸一下柚子肉 如果柚子肉非常的软糯,需要闻一下是否有酸臭味,如果能够闻到酸臭腐烂的味道 说明柚子肉已经变质,必须扔掉才行 柚子包开后建议立即食用,否则柚子肉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垫干,不仅会影响口感,还会让柚子本来的营养流失 如果包开的柚子没法立即食用,建议将柚子用保鲜膜包裹住 然后将包裹好的柚子放进冰箱冷藏室进行储存,不仅能够防止柚子肉变得干涩,还能够保存更长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